这是世界上唯一意志由特种部队 训练并组建而成的精英贩毒组织 他们抢取豪夺比真正的黑帮还要残忍 一言不合 就将那些不服从的人全部拉到街上暴投 而真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竟是根据墨西哥的真实事件改变而成 1986年 墨西哥政府为了保障世界杯的安全 组建了一支名为GF的特种作战小队 他们被美国政府称为是墨西哥技术最先进 战斗力最强 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支特种部队 然而随着世界杯的落幕 他们的工作也转变成打击本土的贩毒集团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见成效 可因不满自己每个月只有300的工资 特种兵曼牛尔便直接嘎了自己的领导 带领着手下集体叛逃成为了一名毒贩 而在这之后他更是拉起了一支队伍 成为了整个墨西哥地区真正的王者 可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投诚之路却并不平坦 由于莱拉兄弟所经营的都是国际市场 像曼牛尔这种旨在当地活动的特种兵 在失去了警队的这层身份后 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不想这时的曼牛尔 却直接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虽然莱拉兄弟经营的都是一些国际订单 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墨西哥的本土市场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随后曼牛尔表示自己可以帮助他们 将墨西哥的零售行业全部抓到手里 而这恰好就是他们最擅长的东西 听到这的大老板心中也是有些异动 不想一旁的二老板却对此施之意 他对曼牛尔这高傲的态度很是不爽 所以他当即决定给曼牛尔一些教训 他告诉曼牛尔他现在只需要四个人 而剩下的那一个自己会亲自杀死他 很显然 他想要玩弄这群失去信仰的特种因 听到这的曼牛尔当然不可能照做 因为他的心里十分清楚 一旦动手他就会失去所有人的信任 双方当即就对峙到了一起 幸好这时大老板及时阻止 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而这时的曼牛尔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可如今梁子已经结下 两人的心里都知道 这件事情以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在大老板的承诺下 那牛尔也知道自己需要展示一下实力 首当其冲的 就是这名正在放货的小混混 可尽管混混已经在手下的嘴里得到了消息 但他对莱拉兄弟的做法却依旧是不以为然 训斥完自己的手下后 平头哥便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小作坊 看着几名正在努力工作的飞机小妹 平头哥的心中也是十分的满意 可不想当晚平头哥的小弟在送货时 却被曼牛尔他们给盯上了 常年送货的警觉让他意识到了不对 好在是他对周边的地形不够熟悉 一番跑酷之下 顺利藏到车底 躲过了曼牛尔几人的追查 然而就当他以为万事大吉 准备回到小作坊报信时 却不想早已被曼牛尔几人尾随 在里面开门的瞬间 曼牛尔几人便手持M4直接闯了进去 在武力的震慑下 他们很快就控制住了在场的几个混混 随后他们带上面找 打算利用短视频的方式来震慑这帮贩子 以此来警报他们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大 说完之后 曼牛尔便拎起一笔大锤 对着地上的平头哥就开始动手 几锤下去平头哥便隐恨了西北 随后曼牛尔又是对着镜头发出了警告 表示这就是不和莱拉兄弟合作的下场 做完这一切后 曼牛尔又回到了莱拉兄弟的住所 这一次 大老板也遵守了自己对他的承诺 如约支付给了曼牛尔一笔薪水 数量不多不少正好五万美高 而在拿到钱后 曼牛尔也第一时间将钱全分了下去 随后他便带着手下直接离开了镇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曼牛尔也开启了自己的传奇之路